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11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有關東張西網的個案 最近荃灣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惡霸 這個惡霸據報看到有女性走近 就會立即發狂 是怎樣的情況? 據報荃灣街坊都認得她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話說在網上 有人放售九龍堂某間名校小學的試卷 大批的家長都不想有人購買 被點名的學校是有回應的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有則消息 據報有香港的餐飲集團 為了要解決人手方 結果引進超過100部機械人 來代替試應 說這麼厲害 是否可以取代到那些試應 還是怎樣 若然有這個引入100部機械人的做法 其他的食肆又會否效法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有關東張西網 荃灣惡霸見到女性走近 就會立即發狂 主持李文芳埋身訪問又變臉 就不明白她究竟在說什麼 報導的內文提到 荃灣寵物公園附近 發生了一宗令到街坊害怕的事件 有一名身形瘦削 短頭髮 空前有紋身的男士 是長期霸佔那個公園 引起女士們的不安 很多街坊都紛紛在社交媒體群組 呼籲大家要小心出入那裡 其中一位街坊陳女士 在採訪當中談到她的驚險經歷 就說了 真是好得人害怕 陳女士就說了 她曾經在郭瑞路那個寵物公園放狗 這位男士突然出現 這個男士的眼神非常兇惡 並開始對她大鬧 甚至是握著拳頭接近她 她非常之害怕 不得已 要躲進去公園的洗手巾 但這個男士竟然在門口不停辱罵她 陳女士感到非常之害怕 直到有其他路人進來洗手間 才稍微緩解了情況 據報 這位露宿者已經霸佔了寵物公園上蓋 長達兩年 不論風雨都不願意離開 她的滋擾行為 主要針對單獨放狗的女性 甚至連公園的職員都受到她的干擾 有些工作人員曾經被她辱罵 甚至被她用石頭摘棕或者咬傷 陳女士提到 每次她見到這個男人開始對人大鬧 似乎都沒有明確的原因 而且她的目標經常是女性 至於是否有狗叫聲觸發她的暴露 陳女士表示沒有 她似乎只要一醒就會開始對人大鬧 除了陳女士的經歷之外 還有其他荃灣街坊報告 類似的事件 甚至試過有放狗的街坊 頭部流血 警方曾經加入調查 涉事的男子 是因為傷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出獄過後重返舊地 街坊報警求助 但當時警方指 因為露宿者只是辱罵 而沒有實際動手 因此表示難以採取行動 陳女士和其他街坊 希望當局能夠採取措施 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李文芳 親自到國稅路寵物公園 採訪這個男士 發現她長時間 躺在上蓋之上 似乎對外界不太大反應 在試圖跟她交流時 她時而冷靜 時而變得充滿敵意 一度自稱有法力 主持人問她 為何要選擇這個位置睡覺 她問你是否社工 有甚麼事 李文芳解釋 我們是電視台的工作人員 我們知道你在這裡睡覺 只是想了解有沒有社工 協助你 男士就說不需要社工 主持人追問原因 她突然爆出一句 即影即有 只是程式不一樣 然後她路視著拍攝團隊 並警告她們 不要拿相機對著她 更加夾襲了粗言畏語 主持人繼續跟男士交談 詢問她在這裡住了多久 男士就說已經住了三年 然後走進洗手間 出來的時間又說自己 甚麼都不用 我有法力 然後又突然恢復正常的說話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亦都是東張西網的個案 話說荃灣近日出現了這位惡霸霸 住了公園 一有女性走近 就會指著來鬧 令V商 主持人跟她溝通之際 她也透露 說你們的女人心肢肚明地說 結果是針對女性的一個惡男子 但是暫時事件都未知道怎樣解決 因為說之前曾經試過 商人而被判入獄 出獄後就回來這個位置 繼續在這裡休息生活等等 但是看來就是神智有點不清醒 對答也是有點奇怪 有不少的荃灣街坊呼籲 儘量留心小心出入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話說有本地的餐飲集團 為了解決人手慌 即是人手不足的問題 引進超過100部機械人 打算代替這個試應 就說大衛、送餐 甚至連清理餐桌 都由這些機械人幫忙 報導來自Yahoo新聞 亦都是Now新聞台的報導 話說近日有餐飲集團 引進超過100部機械人 除大衛還可以送餐 還有清理餐桌 那位首席營運官就說 現在我們可以透過機械人 從廚房送到顧客區域 給我們的服務員 服務我們的客人 中菜店舖1萬呎的樓面 走來走去都挺辛苦的 這個就幫助到我們的員工 集中時間 但服務客人多一點 好一點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亦都是Now新聞台的報導 說到近日有香港的餐飲集團 引入了100部機械人 打算代替試應 行不行真的不知道 這些點餐的機械人 相信各位網友 或多或少見過 就是你可能用手機落單 他一會送你的餐到你桌面 旁邊位置你自己拿 拿完他便離開 但當然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亦都說 若然引進這類點餐的機械人 是真的成功的話 現在就業的情況都已經蠻蠻的了 再加上機械人 還有不想消費的話 會不會導致勞工市場都有變化 真是不得而知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網售就說九龍塘小學 一間名校的小1至小6的試卷 大批的家長真相購買 被點名的學校有回應 報導的流氓看到 網上不時有人分享名校試題 但竟然有齊小1至小6的歷屆試卷發售 日前11月10日 有人在Facebook和網上的拍賣平台 聲稱持有九龍塘某著名的私立小學 小1至小6的歷屆試卷 並展示樣本 那個文件目錄 有標示小1至小6的文件夾 還有升小6的暑期班 成績表等等的字樣 那位賣家直接開價4個水 而Facebook的貼文不夠一天 就已經有超過300個留言 很多家長都表示有興趣賣 又寫出想買那個試卷的年級 被賣家點名的名校就回應01查詢時表示 兩份網傳的試卷當中 有一份年代久遠無法追查 另一份就並非是那間學校的試卷 而網民展示的試卷目錄 並非那間學校的電腦版面 不涉及資料外洩 相信有人偽造相關的目錄版面 吸引家長去買這些試題 校方就說所有的教材和試卷 屬於校方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的發放和銷售 都會保留一切的追究法律權利 並會通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近日突然間 就有大批名校的試卷 原來很多家長都想要的 在網上放手 不過被點名的學校就有回應 就看相關的照片 那些卷未必是我們學校的 有機會偽造 不過現在 講到拍攝短片的時間 都已經有幾百位家長表示有興趣 不知道會不會很多家長 就中招虧了這四個水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